大家好,我是安家西班牙的知识科普园 在递江移民相关申请时,会遇到这样的烦恼 移民局或者领馆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给予批复 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一下,法律上是怎么定义这种情况的 首先,根据2015年第39号行政部门审批流程法规定 任何申请都必须给予回复 其中,有一项政策名为行政部沉默批复 意在解决行政部门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回应的问题 通常,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行政部门沉默否决 一般是指,在法律规定对某项申请的法定批复时间内 相关部门没有给出回应 即被认为申请被否决 有四个大类的移民申请被划分在沉默否决内 一,移民签证申请 比如西班牙非盈利签证 二,所有首次居留申请 比如西班牙扎根居留 三,所有居留变更性质申请 比如,工作居留转老板居留 四,西班牙国籍申请 第二种,行政部门沉默通过 一般是指,在法律规定对某项申请的批复时间内 相关部门没有给出回应 即被认为申请被通过 有三个大类的移民申请被划分在沉默通过内 一,所有居留续期申请 二,西班牙长期居留申请 三,所有西班牙投资移民申请 那么,如果我们遇到移民局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做出回应该怎么办 这就需要根据居留的种类来分析 如果归类在行政沉默否决内 那只能耐心等待相关部门的最终答复 因为没有给回复不一定最终是否决 如果归类在行政沉默通过 就可以递交一份解释信 在信中注明已经超过审批时间 移民局会需15天内给申请发送一个证明 证明是行政部门沉默通过 就可以去预约去警察局按手印了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是沉默通过 即使申请人不符合要求 移民局已不再可以否决申请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关注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移民amente 我记得 espera 请得大家 bên人 게요 最后我们就来